老回家后三天都没说话 贾千金以为我是个哑巴 对我疯狂输出 殊不知这是院长对我的叮嘱 他怕我回叶家第一天就因为毒蛇被赶出来 所以在任亲宴上贾千金再次巴巴的时候 我开口了 你见过你亲妈吗 我见过 他跑来找我下跪 让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得了艾滋 需要医疗费 他怕你离开叶家 他就没钱治病吗 猪猪 你又给过他钱吗 叶宝珠人都傻了 站在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我没管他继续说道 你知道你亲天姓什么吗 要我告诉你吗 叶家表哥此时忍无可忍扬起了巴掌 你对我适可而止 啪了一声响 在他打到我之前 一只还装着甜点的盘子 就已经碎在他脑袋上了 腥红的血从头发里躺下 男人恶狠的眼神变成惊骇和争忠 我拍了拍手上的碎屑 你想干什么 你想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动手 我左右打亮男人的脸 长得这么丑 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 不如你也先去做个亲子鉴定 刚好和你表妹一起 我偏了偏身子 还像男人身后的叶宝珠 珠珠 你说呢 叶宝珠猛的抬头 死死盯着我 仿佛要将我千刀万剐 可最终 她只是抱着头尖叫起来 此时叶宝太太赶到了 对我怒目而视 我知道你对珠珠有意见 毕竟你们同为姐妹成长历程 却天差地别 你心里有怨气也是正常的 但你要搞清楚 这不是珠珠的错 叶家对你有亏欠 我们这些长辈自会补偿你 可这不代表你能仗着这一点 随便欺负你妹妹 若养你的人家没教过你这些规矩 那我从今天开始教你也无妨 你回来这么久 可有教过我一生奶奶 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吧 我抬起眼皮 瞧着这个唯独 对着我如此尖刻严厉的老太太 你养过我一天吗 就想跟我白长辈的谱 顾问院院长对我砸成脑震荡 我才肯叫他一声爷爷 要不老太太你也让我砸一次 我就叫你一声奶奶 如何 叶老夫人惊呆了 你 你 你说什么 连叶宝珠都顾不得哭了 她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奶奶 谁奶奶 你奶奶 我和你又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会有同一个奶奶 少跟我靠近乎 叶老夫人熟练的捂着胸口软倒下去 现场拿药的拿药 抬人的抬人 熟练的就像演习过无数遍一样 好好的宴会不花而散 叶老太太被救过来以后 躺在床上隐气无力的道 方思婉 我不管你是在淮川 另给她买个房子也好 还是把她送出国去上学也罢 我不想在叶家再看见她 方思婉正是叶夫人的名字 她闻眼脸色也很难看 妈 您这是什么话 我会好好跟小空聊聊的 您聊什么 有什么好聊的 我看她反正也不想让我这个奶奶 也不想认你这个妈 一直沉默着任人指点的 我突然抬起头 我可没说不认我妈 我只是不认你爸了 毕竟我妈还没亲口说过 叶宝珠才是她妻女呢 众人的目瞪口呆中 我上前一步盯着叶夫人问 怎么样 你也要学那个老婆婆 说叶宝珠才是你的亲缘呢 如果是这样 那我的确应该承认 是我来错地方了 叶夫人愣住了 叶宝珠也僵住了 她转头看着叶夫人 见她半场没回答 不可置信的红了眼眶 哀怯的叫一声妈妈 叶夫人却不敢回头 对面站着的这个 不像是她一世多年的可怜女儿 倒更像是个置身世外的冷漠考官 随时等着给她打个不及格 然后将她彻底踢出局 即便她还想不通 这种感受是从何而来 可她直觉地知道 自己不想出局 叶夫人犹犹豫豫地为难道 小空 你不要对猪猪敌意这么大 我们毕竟养了她二十年 就算没有血 老太太和叶宝珠的喊声同时响起 截断了叶夫人没说完的话 可在场的人已经听到那几个字了 几个不清楚真相的狂痴亲戚 都忍不住露出了震惊脸 老太太又开始喘不上气了 一边大口大口呼吸 一边道 赶走 给我把她赶走 她既不认我这个奶奶 那我叶家也不必认她这个孙女 给我把她赶出去 老人强称的喊完 便捂着胸口倒进枕头里 混乱中有人推门而入 叶宝珠退开半步 窃窃叫我生爸爸 来人扫了眼全场 都挤在这里干什么 不知道老太太需要休息吗 老太太握住来人的手道 我是惹不起你这个新女儿的 我告诉你 叶海川 这个家里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从此以后 我的小孙女只有保住一个 你要是敢让她留在叶家 就等着给你拉收尸吧 她说完便闭上了眼 一副拒绝交流的样子 男人却没有任何波动 随后她转身看了眼床边的我 又扫了众人一眼道 去隔壁 叶家的茶室也很宽敞 正式和大家族开家庭会议 叶海川笑道 我必须告诉你 你奶奶非常非常喜欢叶宝珠 而且她年纪大了 说不得刺激 所以哪怕看在你奶奶的份上 我们也绝不会轻易把宝珠赶出叶家 我也必须告诉你 我非常非常讨厌叶宝珠 还有那个老奶奶 如果在我和他们之间 你选择他们 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 我盯着叶海川道 你以为我很稀罕叶家吗 叶夫人目瞪口呆 叶宝珠不可知信 整个玉州都没人见过 有人敢这样对叶海川说话 可我偏偏说了 而叶海川也没有半点 要生气的迹象 她看我片刻 突然笑起来 不要把这种选择说得这么轻易啊 孩子 你口中的老奶奶是我的母亲 叶宝珠即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也算我和你妈妈的养女 二十年相处 就是宠物都有勤奋了 更别说是人 你想要我们在你们之间 无条件选择你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叶海川看着这个新鲜出炉的亲女儿 虽然居高龄下眼神却很温和 还带着几分动动的趣味 虽然不稀罕叶家 但既然选择来了 就说明叶家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 叶海川转头看了愁愁的叶夫人一眼 犹豫了一下 拍了拍我的头 你妈妈是很爱你的 这一点不要怀疑 叶夫人一下就红了眼眶 叶海川最后一锤定音 好了 今天这场宴会 也算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你回房休息吧 等把客人都送走了 再出来见见你的哥哥姐姐 然而与哥哥姐姐的谈话 也谈不上顺利 下楼的时候 只有叶真一人 他似笑非笑的 对我勾勾手指 叫声哥哥来听听 我左下啃了一口包子 你先叫声问你听听 这么皱麻 我对叶宝珠都是直呼姓名 凭什么叫你要这么亲热 楼上传来几道交错的脚步声 我睫毛一动 大概因为我是亲生的 而叶宝珠是个假货 叶真愣住了 他朝楼梯上看去 我这才万一万回头 只见楼梯上 叶宝珠眼眶通红的看了我一眼 转头就跑了 叶老太太急急喊的声猪猪 也没能叫住他 老人家甚至还想自己追上去 却被扶着他的另一个人给拉住了 奶奶 您多大年纪了 还想在楼梯上追人 哎 这是要气死我呀 老太太颤巍巍的 气得直拍栏杆 隔着半个楼层 直指叶空的鼻子 你这个讨债鬼 怎么还赖在叶家不走 一口一个假货的叫谁 我说谁是假货才是假货 谁是宝贝才是宝贝 我要你现在就从叶家滚出 奶奶 您别太激动了 小心又发病 没说完的话被强行阻断 说话之人的语气却很冷静 一点都不激烈 和昨晚见到的叶海川是一个气质 我抬着头 看着那个瞧不清脸的长发女人 牢牢抓着叶奶奶 看似是搀扶 实则是将她控制在原地 让她颤巍巍的身体不至于摔倒 直到管家匆匆上前 将哀声叹气的老太太扶回楼上 那人踩理的礼衣服 慢慢走下来 她有一头性感的长卷发 还没打理 随意披在肩上 却并不显出慵懒的女人味 反而有种冰冷的野心 直到她走到近前 我才从她脸上明白 这种特殊的气质来源于她的灵魂 一眼便可知其强大的灵魂 夜空 她的嗓音很冷 听着没什么感情 和叶海川有几分相似 甚至还少了夜海川表面的温和 我对上她的视线 点了点头 我是夜空 我叫夜庭初 是你的姐姐 姐姐 这声姐姐叫得干脆利落 一旁的夜针不爽的眯眼 敲了敲桌 什么意思 双标是吧 没有人理她 当时夜庭初盯着我片刻后才慢慢道 你考虑过 老人家怒急攻心之下 有可能会从楼上摔下来吗 我却毫不退避地回视夜庭初 慢吞吞道 没有 那你以后最好想一下 夜庭初没有继续追问 只留下这么一句 夜空因为刚回家 霍丽坐在夜妈妈身边 她对面是夜二叔 另一边则是夜针 夜针对面是夜二婶 早餐刚摆了满桌 所有人还没来得及动快 夜二婶先阴阳怪气地开了口 本来还做了老太太最喜欢的餐包 谁知道是白做 我说有人一大早就把老人家气得躺下了 怎么还能高高兴兴吃饭 餐桌上气氛顿时僵硬起来 有人对这气氛撞落未闻 自顾自用早餐 却也有人忍不住张口道 早餐不是让人端进去了吗 还有宝珠陪着她呢 妈也没怎么样 哦 亲孙女回来第二天 就被气得不想上餐桌 这还叫没怎么样 夜二婶继续阴阳怪气 还好意思提宝珠呢 宝珠多可怜啊 在昨天之前 她在夜家多宝贝 这妻女儿刚回来 就立马把宝珠位子给她了 宝珠呢 餐桌都上不得 还得帮你们安抚被妻女儿气倒的老太太 不是我说啊大嫂 你们做父母不能这么偏心的 二婶 说话的是夜廷初 她一边给自己玩一舔粥 一边慢慢精心道 这早餐没做好吗 你还有空跟我妈聊天 里面是攻击性极强的讽刺 被她轻描淡写说成聊天 夜二婶掩了一下 一拍筷子道 怎么 我在家是不能说话了是吧 听出你平时挺硬的亲的一个人 怎么你也站在夜空那边啊 居然关系就这么重要 导珠这么多年 跟在你们姐姐呀屁股后面 搁个姐姐的叫多少年 你们就这么冷血 她一声比她更响亮的拍桌声 是夜真直接把碗重重搁在桌上 抬起头直直逆着夜二婶 二婶 我爸还没说话呢 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姐吗 夜真 到此时 一二叔也不得不开口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来了亲妹妹 都被传染了不懂礼貌的毛病是吧 你这是什么话 方思晚又忍不住了 空空才回家几天天 你们夫妻俩就各种看她不顺眼 这谁能看得顺眼啊 刚回来就大闹天宫 真当自己是送空了是吧 一二婶应该把告 但是空空想了吗 还不是弟妹你在妈那出了馊主意 让我们隐瞒真相 对外声称两个都是亲女儿 要不然我们早在空空回来之前 就跟大家解释明白了 哪里还会闹出这种事 你还好意思说 养了二十年的女儿说 不要就不要了 还有理了 什么叫不要了 养女不也是女儿吗 养女我们也一样宝贝啊 那怎么能一样 妻女变养女 你这是把宝珠的脸放在地上踩 哎丁了你这话 丁 第三次 这一回是我把勺子搁在碟子上 碰撞出的清脆响声 看着斜对面的一二婶 慢慢道 原来是你的主意呀 原本还要继续和叶妈妈争辩的一二婶 看到我的眼睛突然就打了机灵 把想说的话全忘了 十个多年后 一二婶还能记得那眼神 就像什么兽类 或者是无人性的邪神 盯着一只触摸她的蚂蚁 连厌恶都表达得般 尘埃云淡风轻 叫人觉得恐惧 却又恼羞沉入于自己的渺小 她就是个邪门的怪物 难怪玉州因为她翻天覆地 连温家都嫌弃被她毁了 李是以白发苍苍的一二婶 躲在国外 跟孙子讲起往事 对叶空诅咒不停 却又不忘在最后提醒孙子 以后若是看见她的后代 一定要离远一点 指不定遗传了她的邪性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眼下一切都还是现在进行时 叶家的餐桌上 一顿早餐还没吃完 便被交连三的突发事件打断 不管怎么说 叶空来到叶家后的第一顿早餐 这总算勉强平安的度过了 毕竟没有打起来 饭后叶家人都各有个忙 我却在花园里被叶真拦住了 你闹事的本领不小 你演戏的本领也很不错 我回她 叶真勾了勾唇角 眼底却越发冰凉 你到底想干什么和我没有关系 你对叶家有什么企图 想在叶家得到钱 地位 还是亲情也都和我没关系 但没有一点 不许给叶平初添麻烦 她语气凉凉的警告道 只今天早上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让她为你收拾了两次烂摊子 这还都只是小麻烦 我看你的能力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惹大麻烦 所以趁今天有时间 我先给你提个醒 叶家所有小被惹出来的麻烦 最后都得由叶平初去解决 而我恰巧很讨厌这一点 所以 你以后最后不要再惹事 至少不要为任何事 去麻烦叶平初 告诉我 能做到吗 妹妹 树梢被吹得哗啦作响 我瞧着面前的男人 将她骑长的身躯 上下把梁里变 才慢吞吞到 原来你 吃了解控啊 叶真嘴角抽了下 看起来很想反驳 却又忍了 有些不耐道 你就说听懂了没有 我嗷了一声 听懂吗 见我居然这么老实 叶真还有些意外 脸色却好看了许多 行 她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张卡 好歹也是我亲妹妹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 里面有两百万 拿去当零花吧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一个清凉的声音响起来 我转头看去 是叶平初 叶真的表情 几乎是立马就柔和下来 喊了生姐 你要去公司了 去机场 出差 叶平初扫过她 目光停在我身上 对她招了招手 我乖乖走过去 又被塞了一张卡到手里 里面有五百万 拿去当零花 之后每个月 我都会给你把三十万的基础生活费 她言简一概道 你刚回叶家 应该还不知道 咱们这种人家 虽然不缺钱 却也不许孩子当米虫 你得自己去赚钱 不管是要创业还是干别的 如果需要启动资金可以找我 我翻看着那张卡 问 那叶宝珠呢 她也在自己赚钱吗 她大学还没毕业 所以没有应行规定 不过她已经在公司实习过了 挂着一个设计师的工位 偶尔也能赚点钱 哦 这么说来 你也才二十岁 暂时也不抢求工作 她像是才刚刚想起来 这个新来的亲妹妹 可突然变成假妹妹的叶宝珠 是同一天生的 在上学吗 我点了点头 什么学校 北城大学 叶廷初随意的眼神突然一顿 刚走过来的叶真也停了一下 叶真有些不敢相信 是北城那个北城大学吗 我们国家还有别的北城大学吗 我莫名其妙地看她一眼 叶廷初瞧着我 倒是罕见地露出一点笑意来 那很巧 我们也算是校友了 她这才有了点主动交流的兴趣 一边散步 一边继续问她 学什么 美术和心理学双修 叶廷初又停顿了一下 这两个都算北城大的王牌专业 分数要求应该很高 还好 叶真在一旁发了个白眼 暑假很快结束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返校 不返校 我申请了玉山大的交换生 已经批下来了 下学期就留在玉州 玉山大学时 玉州是第一学府 全国排名 虽比如上北城 却也是Top5 叶廷初点了点头 那你可以多交些朋友了 刚好宝珠也在玉山 我一言不发 叶廷初看我一眼又说 有不懂的 也可以问宝珠 我继续一言不发 叶廷初老神在在 继续道 如果在外面惹了麻烦 也可以找宝珠帮忙 我还是一言不发 叶真在一旁笑了 看来你真的很讨厌叶宝珠 我奇怪的看她一眼 我不该讨厌她了 不论该不该 我都建议你 我要讨厌她 叶廷初还是很平静 有奶奶在 你就不可能把她从叶家赶走 何况妈妈 真真切切的疼爱她二十年 也不可能赶走她 所以呢 所以你讨厌她也没用啊 只会让自己憋屈 可我不觉得憋屈 这世上没有人能让我憋屈 不管是我喜欢的 还是我讨厌的 还是你们觉得 有我在的叶家 叶宝珠还能待得快活不成 放心吧 真正憋屈的人 怎么看都不会是我 白白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我的背影 叶真半想才撕的一声 这些人有点可怕呀 至少不会受欺负 挺好的 第二天 预料之中的叶老太太 也叶宝珠二人组 又开始走妖了 我回到叶家的时候 一进门就看到满坑满谷的人 老太太正在说话 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 那我这当妈 当奶奶的 继续待在叶家 也没什么意思 叶海川 你另外给我找个房子 让我带着宝珠住过去 总好过留在这里 被你的宝贝女儿气死 我眨眨眼 默默在叶真身旁落了座 叶真低声抱怨道 奶奶 您是叶家的主心骨 您怎么能走呢 姐姐不喜欢我 我走就好了 反正我早就长大了 也是时候独立出去了 奶奶不用我担心的 这怎么行 老太太心疼的摸了摸她的脸 我们宝珠从小就被 如猪如玉的虫得长大 一辈子都该是奶奶的小孙女 他们不管你 他们偏心 没关系 奶奶会加倍疼你的 我们没有不管宝珠 方思晚话没说完 就被老人冷冰冰的打断了 是啊 你们管了 你们任由宝珠在家里家外 都被夜空各种欺负 还要他忍气吞声 你们就是这么管的 我没有被姐姐欺负 叶宝珠赶紧道 奶奶 你不要怪妈妈 妈妈对我已经够好了 我都知道 只是姐姐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 好不容易才回家 她肯定要弥补一二的 您若是怪爸爸妈妈 那就是在怪我 都怪我守得您 舍不得爸爸妈妈哥的姐姐 才死皮赖脸的继续待在家里 她说着 眼泪也开始滴滴答答 老人心疼的直抽气 方思晚也赶紧叫人拿指 夜听出戳了纸巾地过去 顺手在夜宝珠头顶扶了扶 你留在夜家 不需要死皮赖脸 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女儿 你永远都是奶奶的孙女 没有人会赶你走了 是啊是啊 方思晚心疼的给她擦眼泪 夜宝珠吸着鼻子 几乎受宠落惊的 抬起头来看着她 姐姐 那我也永远都是你妹妹吗 女人长发垂落 没有笑 眼神也淡淡的 却毫不迟疑的说 当然 方思晚一边给她擦眼泪 一边笑着说 你姐姐虽然看似冷淡 但对你们兄妹 可一直都是很关心的 夜宝珠破替微笑 夜真朝那边瞥了一眼 又转头看我 现在乐祸了一笑 怎么 吃醋了 如果我真的会吃醋 就好了 我不含情绪地回答她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夜真没听懂我的意思 正要追问 便听见夜海川趁势开口 妈 你就别再生气了 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 实在不喜欢小空 你就当他不存在 老太太冷笑一声 我能当他不存在 别人呢 你没听宝珠说吗 今天才第一次出去跟人聚会 就把杜家和李家的孩子 一起得罪了 还当众不给保住面子 正下去 不出一个月 我们夜家就要因为 他而言念扫地 是啊 安静半天的一二世 终于找到插发机会 虽说我们夜家 也不至于怕别人 但到处树敌 终究不是好事 这些少爷小姐们 都是欲周的未来 要是夜空现在 就把他们得罪光了 将来咱家的孩子们 也不好跟他们谈合作吧 老太太扫了我一眼 但但道 我体谅你们刚找回门 想多跟他相处的心情 但不管是为了 我们家的和睦 还是为了夜家在外的名声 我都不允许他 继续留在主宅 是说他考上了 北城大学吗 我也不要求你们 必须送他出国了 叫他去北城上学吧 再抽我管家 去教他规矩 什么时候学好了 什么时候回来 老人家面无表情 语气笃定 谁再有意义 我就当你是希望 我这个老太婆 从夜家滚出去 那我也不会反对的 我会带着宝珠离开 让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客厅里一时鸦雀无声 夜真又一次偏头问我 你真的不吃醋 我有些不耐烦了 干脆装作明听到 低头看起了手机 方思晚慢慢收了 放在夜宝珠头上的手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带着小空搬出去住吧 老太太嘞一下黑了脸 你什么意思 要让别人都以为 是我这个老太婆容德人 连儿媳都要赶出去 方思晚有些紧张 却并不妥协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要我和刚认回来的女儿 分开也是绝不可能的 你再威胁我 老太太气得胸口 快速起伏了几下 那是不是我一辈子 不想看到她 你也要一辈子 陪着她在外面住 你要干脆跟老大离婚吗 妈 奶奶 这次同时出生的 是叶海川和叶亭初 妇女俩都同时成了脸色 那副冰冷危险的样子 看起来格外的相似 老太太四也察觉到不妥 脸上神色有些狼狈 却还是强撑着道 我哪里说错了 这时候下人来报 温少爷来了 温残是我那便宜未婚夫 叶宝珠口中的一个残废 但我知道他是装的 跟他达成了暂时的合作 所以他专程过来帮我解围 叶先生也知道 我最近几年主攻互联网相关产业 在这方面算是小有成就 正好接下来一个大项目 快要启动了 去一个最大合作方 温燦坐在轮椅上 从容地对叶海川问道 不知道叶家有没有兴趣 他身后的秘书 将一个文件袋 递到了叶海川手里 叶海川把资料抽出来扫了几眼 便递给了叶廷初 在叶廷初翻看资料的时候 两人就这么当着 所有人的面谈了起来 这么大的项目 应该多的是企业求着你合作吧 为什么偏偏选我们 叶先生也不必妄自诡谱 虽然叶家在互联网领域不算深耕 但叶家资本雄厚 而且这不是有大小姐在吗 他看了叶廷初一眼道 有大小姐在 我相信叶是未来 一定能在互联网站有一席之地的 叶廷初粗粗翻完了资料抬起头 这么大的蛋糕 你怎么可能自愿分给我们 说条件吧 条件很简单 温灿也不含糊直接道 我要我的未婚妻 以叶家二小姐的身份 一直待在叶家主宅 或者搬去我家 满堂静默中 温灿收敛了抑郁的表情 难得的微笑起来 怎么样 很简单吧 甚至可以说不需要 你能付出任何代价 叶海川和叶廷初都没有说话 妇女俩无比默契的同时 看向了叶老太太 老人再是不懂商界的事 最后这句话 也明白了 温灿到底是来干什么呢 他气得不行 好一会儿才指着我道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把他叫来的 才刚回家两天 不想着怎么孝敬长辈 倒是把心思全放在男人身上了 就指着男人给你撑腰是吧 妈 方思婉瞪大了眼睛 老人却激动万分 你滚 你给我马上滚 我叶家绝不承认 你这样没脸没皮的子孙 说完他又指着温灿道 还有你 你以为拿这个订婚做幌子 就能给他撑腰 你真当我们叶家 没有这个婚约就不行 我老太婆 今天就在这做了这个主 叶家和你温家的婚约 就此做吧 我看你是不是还要取 这么个没有身份 你不要脸的女人回去 妈 方思婉猛的站了起来 他红着眼死死瞪着老人 却一句话都憋不出来 最后他猛的转头向我走来 我拿着手机弄弄看着他 叶宝珠似乎意识到什么 起身想要挽留 却被方思婉头也不回地甩开 在老人的持续输出中 他大步走到我面前 一百将挖了起来 妈 您不要再骂了 既然在你眼里 我的孩子这么不堪 抱歉以后不能再尽孝了 但还有停出他们三个仔 想来你也不缺碗的孝敬 他说话还不忘瞪你眼我 鞠躬 有没有点晚辈的样子 第一次被亲妈瞪 我有点莫名 却在某种奇异的感受里 乖乖照做了 方思婉只起身来面无表情道 至于您刚刚提过的离婚 离就离吧 我会准备好离婚协议书的 叶家那也撒一时都将印成实相 方思婉却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拽着我搭不上楼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收拾行李 我呆呆的欧了一声 紧紧的回握住了他的手 恢复死寂的客厅里 温采遗憾地摊了摊手 好吧 既然我的未婚妻都不是叶家人了 这个合作案自然要告吹 她的秘书上前将能见带取了回来 温采继续道 不过叶奶奶 有一点您误会了 我愿意为叶空做这些 并不是因为他是叶家人 而是因为他是叶空 就像现在 即便他已经不是叶家人了 也依旧是我温采的未婚妻 等到以后我们结婚 还是欢迎各位 能以客人的身份 前来祝福我们 她礼貌地点了点头 被人推着离开了 直到这时 老太太才好似反应过来 当才发生的一切 她捂住胸口 渐渐又开始喘不上气 叶海川上前扶住她 她紧紧抓着大儿子的手 你老婆什么意思 她这是要为一个黄毛丫头反了吗 叶海川面无表情 是你要为一个黄毛丫头 把你儿子变成光棍了 一直事不关己的叶珍 此时也站了起来 嚷嚷道 奶奶 我可不想这么大了 还要经历父母离婚这种闹剧 到时候被网友知道了 咱们全家都要被人笑话 她揣着都走近 把一头金发向后抓去 露出桀骜的眉眼 不耐道 您是知道那些狗仔的 什么事都能发出来 我被说惯了 倒是无所谓 但到时候 网上人人都要说您刻薄 说您容不下孙女和儿媳 您能受得了吗 叶老太太成功地再次晕了过去 管家和庸人 对这套流程已经非常熟悉 老人被迅速抬上楼 叶宝珠一脸无措的左右看看 还是叶廷初对他摇了扬下吧 你去照顾奶奶吧 事情闹成这样 看着叶海川难看的脸色 叶二神也不敢再插嘴 一六烟走掉了 等到客厅里只剩下妇女二人 叶廷初才到此吧 您看温菜那份合作案 是真心的吗 合同很完整 应该是真心想合作的 他那么的吃人不吐骨头的鳄鱼 居然会真的愿意让利给我们 那您看他对叶空 叶海川摇了摇头 他不会做没有好处的事 再观察观察 叶廷初点点头 那妈妈哪里 离婚是不可能的 叶海川面无表情道 想都别想 说完他顿了顿 又道 你前几年不是把隔壁的那种别墅买下来了吗 既然你妈带着叶空住过去 叶老太太又在二楼躺下了 方思婉被安安静静的收拾了半天行李 到最后 叶海川都不得不靠在门上问他 你这是真的不打算回家了 总不能是真想后离婚吧 女人把长发卷到耳后 提起箱子 安安静静的说 既然你妈妈都那么说了 我当然也是认真的 看着老婆从自己面前走过 叶海川难得地缩紧瞳孔 正好一会儿 正要抬脚追上去 却听见他头也不回地说 别的行李你帮我提下来吧 我拿不动 哦 叶海川下意识地硬了 直到轮子的声音一路远去 他才转头 看了眼满房间堆满的各种行李 不由地抬手捂住脸 深深地叹了口气 人到中眼 还要面临这种危机 真是 面对老公 方思婉还可以摆出冷静的拒绝脸 可当大女儿顶着那张冷淡脸 对着自己说出类似撒娇般的请求时 她是实在拒绝不了 只好转头跟我商量 那 咱们就暂时住在隔壁 你放心 虽说是邻居 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 只要你不乐意 谁都不能来打扰我们 我没有意义 点了点头 于是 叶亭初亲自开车 带着方思婉大包小包的行李 将我们送到了所谓的隔壁 和叶家庄园相隔一座喷泉 和大片草地的位置 坐落着一栋白色别墅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设计却很漂亮 犹如一座小小的城堡 叶亭初拿着手机 一边走一边问方思婉 妈 我通知了管家 我两个人过来照顾你们 他们一会儿就到 方思婉点了点头 我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叶亭初侧头看了眼我 随身携带着行李 就那么一个 感觉连衣服都戴不了几身 你只有这点行李吗 方思婉也恍然道 你不是学画画的吗 学画画肯定有习惯用了工具吧 还有画稿之类的 有没有带来玉州吗 我的东西其实很多的 但都还寄存在公安院里 我不确定能不能把它们带过来 你这孩子 方思婉拽紧我的手 带着一点点责怪 更多的却是心痛 甚至见面有泪意上涌 有什么不能带过来的 你是我和你爸爸的女儿 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家里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啊 你误会了 我不是因为胆怯或者害怕 才不敢带行李的 我只是不确定这里 到底是不是我家 换句话说 我不确定 你们到底有没有资格 成为我的家人 方思婉弄住了 握住我的手 也在不自觉松开 那边正在搬行李的 叶珍和叶海川 也停住了脚步 血脉相连的三个人 都在一瞬间 睦约儿童地看向我 可我仿佛毫无所觉 我对家和家人的要求 可是很严格的 不是我信任的人 不是我信任的地方 怎么有资格保管 我珍贵的东西呢 啪 画音刚落 我就被叶婷出 一手拍在了后脑上 我熬的一声 抱住了脑袋 干嘛 我长大后 还从来没人敢打我的头 画音未落 就又被拍了一下 紧接着 那只手按在我的头顶 将我的头固定住了 我正想挣扎 叶婷出却弯下腰来 和我额头抵着额头 凝视着我的眼睛 成为家人是不需要资格的 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 学来了这些稀奇古怪的 怪癖想法 但现在既然在我的地盘 我就不许你在 这么嚣张的大放厥词 但妈妈伤心 原本还想反驳的我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方思婉 妈妈伤心了吗 还没看清方思婉的脸 我的头就又被扭了回来 叶婷出继续盯着我 就算默认你的规则好了 那你说说 你要怎样才能放心 把行李寄过来 我思考了几秒 首先 不能住在叶家的房子里吧 如果哪天 那个老太婆又要赶我走呢 这里是我的房子 在我的名下 还有 不许叫奶奶老太婆 就算是你的房子 你能保证 你就不会有赶我走的一天吗 你看 你刚刚都打我的头了 你能拿什么保证 你永远都像老太婆一样 赶我走 冷淡如叶婷出 此时也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露出了忍耐的神情 一旁的方思婉 赶紧劝架 小空 你姐姐肯定不会 行吧 叶婷出放开我的头 直起身来 这房子我送给你了 房产证晚上给你 我看着像那种 平白无故 抢人房子的人吗 我不赞同的众媒 叶婷出闭了闭眼 那你想怎么样 我转头看向方思婉 凝视几秒后说 你把房子转到妈妈名下吧 还有 除了我和妈妈 谁都不准擅自进入这栋房子 出乎意料 听到这种要求 叶婷出和叶海川 竟都没有生气 只有叶真大呼小叫起来 什么 你不要太过分 难道我来找我自己亲妈 还得经过你同意 妈妈同意也可以啊 我只是说 你们不准不打招呼 就自己进来 又没说开门权 现在我一个人手上 你当我是要把妈妈 囚禁起来的变态吗 我看傻子似的看了太眼 叶真一巴掌 护在自己脸上 他看着方思婉 喊了一声妈 方思婉长长的出了口气 抬手捂住脸 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哭腔 都怪我 当年怎么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都认不出来 如果不是我这个妈当得太失职 小空也不会是现在这样 妈 其实没那么糟糕的 叶婷出蹲在方思婉面前 握着他手腕道 你没发现吗 虽然叶空对我们心房都很重 可他唯独愿意相信的人 就是你呀 是啊 叶真也在一旁道 否则他 怎么会要求姐姐 把房子转到你明下呢 不就是在说他只相信你吗 只要有你在 他就愿意把行李搬过来 愿意把这里当成家 这也是母女天性呢 叶海川沉默的递来手帕 默默点头 方思婉这才含着眼泪抬起头来 真的吗 小空真的愿意相信我 哎呀 叶真故作不耐地拿过手帕 有几分粗鲁地 给方思婉擦了擦眼泪 以后日子还长呢 其实你俩单独住在一边 反而是好事 叶空那性子 让他一直住在叶家 难道说不定真的被他气死 而且有叶宝珠在 妈你恐怕也很难 完全站在他那边 那他才是真的不容易 放下心房呢 现在这样反而更好 你可以安安心心 和他培养能力感情了 你说的对 方思婉眼睛亮亮地 握住了叶真的手 儿子 你怎么突然这么聪明了 我一直都很聪明 叶真炸毛一秒 又垮下肩膀他的口气 他摸了摸那头灿烂的金毛 有些别扭地撞开视线 我觉得 你们应该也发现了 叶空的确有些特别 我之前本来以为 公安院长大的孩子 要么过度乖巧 要么过度叛逆 我曾觉得 叶空应该是后者 可经过几次对话相处 他摇了摇头 眉头都皱了起来 他的性格好像比那些多复杂 而且是复杂得多 说着 叶真转头看向叶海川 爸 你不是找人查过吗 结果呢 他在那个县城里 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你之前不是根本就不关心吗 叶海川撩起眼皮 瞅了他一眼 叶真又炸毛了 你管我 我之前以为 就是个和叶宝珠一样 平平无奇的妹妹 谁知道他这么古怪 方思婉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不许说妹妹古怪 这时 楼上响起匆匆的脚步声 对话自然而然的终止了 几人转头看去 我冲到走廊上往下望 脸上难得有明显的剧烈之情 我要那间靠着大树的房子 方思婉愣了一下 可那棵树枝叶太茂盛了 不但阳台上经常堆满叶子 还会飘进窗户里来哦 没关系 它可以遮挡阳光 你不喜欢向阳的房间吗 方思婉想起了什么 说完我就转头跑进了走廊深处 还高声道 姐姐你快点把房产证给妈妈 我今晚就让院长帮我寄行李 叶婷初为那一声 自然而欢快的姐姐愣住了 明明被叶宝珠和叶珍喊了 这么多年的姐姐 可为什么这一声 却突然让她觉得有点不一样呢 就好像是第一次做姐姐一样 回叶家的路上 叶婷初把车子停在了路边 哇 叶珍刚刚问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答案 你应该调查过吧 叶空以前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叶海川靠着椅背 放着窗外很普通的调查结果 就像我们之前所想象的那样 她一直都在孤儿院长大 从来没有离开过 而那家孤儿院 也从未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顶多就是因为富人的资助 而经历了从贫穷到富有 又从富有到贫穷的过程而已 花和县是个一养花为生的小县城 早年因为一些新闻事件 穷得全国的命后 立刻就得到了富豪的资助 好几家企业在那边开展了慈善事业 借此获得了不少名声 江家就是其中之一 而小空呆的那家孤儿院 也属于被资助的 说到这里 叶海川突然顿了一下 叶听出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 后突然想起来了 我记得花和县里的名字 这个地方 甚至还发生过别的事 当年不是闹很大吗 关于福利院的那些孩子 大约在六七年前 微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 曾火过一个名叫袁小七的花手 和其他爱画各种时髦人设的 二次元花手不同 他更喜欢以细腻的笔触 记录现实里的场景 在网上保持日 更不到半年 他就获得了超过五百万的粉丝 一度被粉丝们 吸称为二次元一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个名叫袁小七的花手 悄无声息地 开始连载他的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短篇漫画 故事的主人公 是一群住在公安院的小孩 虽然这个设定 似乎有点可怜 可袁小七的画风 依旧细腻温暖 那些孤儿在他笔下 一点都不显得凄凉可悲 反而活泼可爱 童趣十足 淡淡的伤感里 融入了大量的暖心日常 即便只是非常简单的情节 也总是让读者们又哭又笑 袁小七之更新的母画 这部名叫灿烂的 彼得潘的漫画 就在网上火了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追更 开始二创 无数粉丝都在哭嚎着 宝藏大大被发现了 就这样 故事在万众瞩目中不断更新着 一路来到了某个节点 那是从第一话就开始铺垫的 慈善家的抵达 孩子们就是为了这个 才每天都在练习唱歌跳舞 或者施朗诵 一路闹出很多充满同趣的笑话 而最后 慈善家终于到了 孩子们的努力 也到了可以验收成果的一天 追更的读者们都在翘首以盼 等着看小孩们 闹出更大的笑话 会发生更感人的场景 他们也的确等到了 这本就是袁小七的拿手好戏 可在这些之外 还有更多人察觉到了 某种奇异的违和感 是我的错觉吗 小一说到和叔叔聊天的时候 内容怎么怪怪的 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来做慈善的大佬 不适合院长聊天 然后和小孩们一起玩 而是要孩子们 一个一个的去见面呢 孩子们的衣服 不是都是两天一换吗 为什么小C的衣服 才穿半天就换了 而且这明显是新衣服 很贵的样子 学美术的来讲一下感受 小七在这话的细节上 做了不少改动 人物多了很多阴影 而且孩子们聊天的时候 也用了不少 看不见眼睛的侧面 或者背面视角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时钝的读者 还在嗷嗷腰泪 大感温暖 敏锐的读者 已经察觉到不对了 可漫画还在 巴风不动地继续更新 随着剧情继续推进 越来越多诡调的细节 被塞入温暖治愈的日常里 孩子们时常被带走 和叔叔单独谈话 回来时 他们往往会带着 许多昂贵的礼物 还会换到原来的旧衣服 有些孩子还会突然生病 好几天都过床不起 甚至有的 还会在和小伙伴打闹时 露出藏在衣服下的大量云痕 除此之外 漫画内容依旧充满同趣 过外院的日常 也依旧温暖鲜活 可评论区再也没有人感动凋泪了 所有人都开始感受到振振寒意 可以还有人不愿意相信 一直在评论区里 发疯追问袁小七 但袁小七始终没有回应 只有故事 还在冷漠的不为所动地推向前 直到最后一话更新 故事突然出现了一个新人物 那是一个外来者 他们一路一般 闯入了这座封闭的孤儿院 先是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 和小朋友们玩会游戏 然后又被小孩子们推着 在墙上留下了乱七八糟的涂鸦 最后 他终于结束了这一天的旅程 哼着歌 抛着一颗黑色棋子 准备离开了 可就在即将顺着原路返回的时候 他路过了一扇满是灰尘的窗户 然后只是随意往里一瞥 他便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 凌乱的床铺 点缀着花花的头绳 被揉成一团的小孩衣服 还有一片裸露在外的 不满愈痕的年幼肌肤 外来者不由自主瞪大眼 凑得离窗户更近了 可在看清那孩子之前 一双浑浊的眼睛 猛然在他面前放大 漫画的倒数第二格 是一只怪物的巨大眼球 他堵在内扇斑驳的窗户里 浑浊肮脏的瞳孔缩小到极致 眼白上不满密密麻麻的血丝 如捕捉猎物一般 猙獰的与外来者对视着 而漫画的最后一格 是一颗黑色的棋子 它掉落在满是尘埃的地面 在纯白的背景里 无声地碎了一角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而在最后一格的右下角 写了一行冷冰冰的字 本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 袁小七主笔 当时江家也有牵涉其中 所以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剩下的傍晚 夜听出打开了车里的冷气 那应该是那年影响最大的舆论狂潮 那个画手一夜之间涨粉几百万 每个城市都接到了报警变化 所有人都在漫画里寻找 每一根蛛丝马迹 试图拼凑出漫画下掩盖的故事原型 最后还有黑客出手 公布了画手所在的IP地址 这才将所有人的目光 引到了花河县 这是引起了上面的重视 很快就派了调查团队亲自 而最后的调查结果 在全国各地的富豪圈 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就连江家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记忆统统复苏 夜听出眉目沉迷 事情发生的时候 夜空所在的孤儿院 不是同一家 夜海川打断了他 根据我的调查结果 夜空待的那家孤儿院 因为太穷 所以接收的孤儿很少 还大多都是些有缺陷的孩子 最重要的是 在查到夜空下落后 我在线上和孙院长有过交流 他不是那种 会参与这种交易的人 夜听出闻言 稍稍松懈了肩膀 常常舒了一口气 但是夜海川却还没有说话 小空这样的性格 明显也不是在普通环境里形成的 我怀疑 我得到的调查结果有问题 他们也冷卧道 我会找人重新去查一下 看了一眼夜听出 他道 你今天是接到通知 临时改了行程吧 明天照常出差去 家里的是有我在 夜听出点点头 重新发动车子 朝夜宅去了 两天后 我等来了自己的行李 送快递的货车 停在别墅门口 快递员在猎一下 满头大汗的来往着 我则捏了一瓶冰水 靠在树印下发呆 这个巨大的庄园 充满了资本主义的金钱气息 而我那些原本 摆在县城公安院里的东西 居然真的就要 入住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了 我以后真的就要 长期住在这里 真的要成为夜家的孩子了吗 我其实是个从不犹豫的人 也一定会把高墙撞脱 横冲直撞到自己目的地的人 但即便是这样的人 我也依旧在这一刻 感到了几分不确定 曾有人说过 我是指示核生长在野外的蒲公英 风一吹就能满世界飘荡 风停了就能随便在哪里扎根 虽然我对这种文艺的说法 嗤之以疑 但因为那人太过了解我了 我不得不忌惮 对方说过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也有些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这片金子 做的土壤里找到想要的养分 然后如自己多年来所渴望的那般 活得快活而满足 我靠在树干上有些诗神 爸爸 妈妈 姐姐 叶珍 这些和我有着续缘关系的人 真的可以满足我的期待吗 此时一个纤细的身影走得过来 我干脆闭上眼睛假眉 但没用 那个人还是走到我面前 叶宝珠举着散道 姐姐 他们是在搬你的行李吗 我看到好多画家 原来你是画画的呀 那你要不要也跟我一样 进公司当设计师 我可以带你一起工作哦 姐姐 我听说 昨天温菜还带你去烟桥坡了 那地方可是温家的私人领地 连杜若威都还没去过呢 她知道以后可生气了 你以后要小心一点 她肯定会更加针对你的 姐姐 你真的要和温菜订婚吗 虽然她条件的确很好 家世背景能力都无可挑剔 但她可是个瘸子 叶宝珠长叹一口气 其实原本她要是没出车祸的话就好了 她要是没出车祸 说不定都不需要你回来了 我没有睁眼 语气淡淡的 到了今天你还要说 爸妈是为了不委屈 你才找我回来的吗 你到底在乘什么墙 家精 在心 扫把心 不过你放心 我都有帮你说话的 快递员的搬运工作结束了 我在单子上签了字 便大步走进了铁门 叶宝珠跟在我身后 一路还在说话 对了姐姐 我今天是过来找妈妈一起做烘焙的 好几年了 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共处时间 有时候是学烹饪 有时候是学插花 怎么样 姐姐也要和我们一起嘛 话音刚落 我突然停住了脚步 叶宝珠脸上站出一点讽刺而得意的微笑 她看着我在她面前转身 高高在上的期待着 我愤怒极度的表情 可当对上那双冰冷依旧的眼睛 她的笑便僵住了 在下一瞬 叶宝的铁门在她面前被中东拉上 她被关在了门外 叶宝珠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 只扫了她一眼 叶宝珠却在这个眼神中 得到了比语言更伤人的回答 如人类看蚂蚁 如神明看凡人 叶宝珠嘴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一下 看着我已经转身离开的背影 慢慢露出一个有趣的笑 你是不准我进去找妈妈 正好啊 她抬头看了眼头顶的烈日 然后冷笑着把遮阳伞收了起来 纤细的身影笔直地站在门口 瞧着脆弱极了 可她盯着我背影的眼神 却布满了千万根毒针 尖锐又阴寒 我正愁获取很难呢 真是谢谢你主动把机会送到我手上了 我听不见她的喃喃自语 可即便听见了 我也只会冲耳不闻 回到房子里后 我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在这个位置 只要抬头一望 就可以隔着窗户 看见铁门外 顶着烈日一动不动的身影 可我没有片刻的抬头 时间一分一秒不过去 夜宝珠已经开始感到眼韵 头顶的太阳越发毒辣 汗水逐渐近视她的衣服和头发 偶尔抬头看一眼 落地窗内不动如山了我 夜宝珠难免会产生极度的渴求 想要转头就走 回到夜宅她自己的房间里 享受充足的冷气和庸人的按摩 是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欲望按住了她 即便身体的每一颗细胞都在尖叫 都在捂着脸想逃去树荫下 她也依旧被那种渴望束缚着 牢牢的固定在原地 炙热的日头烤干了她的思绪 变得模糊的视线里 只剩下落地窗内我的身影 遥远 平静 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仿佛她根本不知一提 如此可恨 如此可憎 但没有关系 她不会得意太久了 夜宝珠恍恍惚呼呼的想 你千万不要来放我进去 你千万不要害怕丹泽 你就这样一直旁观下去吧 最好直到我中暑 直到我晕倒在这里 我等这样的时机 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样的想法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当她已经彻底看不清 任何东西的时候 脑海深处 突然又不由自主地 生起了一丝微妙的恐惧 我不会真的死在这里吧 她到底为什么 能这么冷静地旁观 正常人会想不到 这是苦肉计吗 不可能吧 明明知道我在用苦肉计 为什么她还要放任我 她甚至没有离开客厅 随便表演出 自己不知情的样子 她真的不怕 爸爸妈妈他们生气吗 好在她的大脑 已经彻底失去了 正常思考的能力 只剩下本能在痛苦中 不断重复着 怎么还不晕倒 怎么还不晕倒 直到不远处 一声模糊的开门声响起 同时身后还传来了 刹车的声音 简直就是最好的时机 叶宝珠嘴角露出一个笑 终于放任自己晕了过去 方思婉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还在伸懒腰 虽然卧室变得陌生了 但一想到 失而复得的小女儿 也在这个房子里 她这个午觉 就睡得格外香甜 下楼时看到 我靠在沙发上看出了身影 心情就变得更好了 对上方思婉在扶梯上 满含笑意的目光 我转头看向了落地窗外 怎么了 方思婉一路来到沙发旁边 顺着我的视线脑外看去 方思婉瞳孔不缩了起来 但是猪猪嘛 我嗡了一声 她在那里 站了多久了 方思婉的嗓音变得甘色无比 我却坦然又冷漠 机器人一样的看了眼时间 两个半小时 方思婉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嗓子却发干到无法发出声音 只有身体随着本能朝门外冲去 路上撞到了茶几 还跑丢了一只血 带到别墅的门打开 热浪扑面来 方思婉再也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心痛至极的叫喊 猪猪 那个纤细的身影 就在这一刻颤抖了一下 软软向后倒去 同时叶真的车也停在了门外 好烫 一碰到叶宝珠皮肤 叶真就惊讶地把人抱了起来 是发烧还是中暑 到底怎么了 方思婉嘴唇颤抖 不由自主抓紧了叶真的胳膊 表情竟如心无助 叶真抿了抿唇 抱着人大步走进了别墅 妈 快打给周医生 她刚给奶奶开了药 还没走 叶宝珠被临时放在客厅沙发上 家庭医生很快就来了 查看过后断定叶宝珠是中暑 将温处理持续了许久 她的皮肤才终于没那么烫了 却还是没醒 重度中暑是可能会要命的 你们也太不注意了 医生皱着眉说 宝珠小姐本来身体就不算好 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 方思婉坐在沙发上 一直用冰袋给叶宝珠降温 闻眼只低着头不说话 让人看不见她的表情 姓周的女医生忍不住看了我一眼 叶家的事 这个圈子里基本全都知道 她作为叶家的家庭医生 自然也早就不用锁耳闻 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具体经过 但今天这事 一看就和这个新来的叶小姐头不开关系 但无论如何 能把人逼到在太阳底下占晕过去 这叶小姐果然不是个省油的灯 叶家已真是倒霉 还不容没把人带回来呢 这哪里是带回来一个女儿 简直就是带回来一个灾心了 周医生不由自主地撇了撇嘴 却在下一瞬就被一双眼睛盯住了 漆黑的瞳孔准确无比地看了她眼底 一眼就看穿了她内心正在想什么 可我不在乎 下一秒就一开了视线 漠然的好像丢开一块死肉 周医生在原地定了三秒 手指抽动一下 很快就讨厌似的离开了 半人走了 别墅里只剩下一家人 落大空间反而陷入了更彻底的安静 我不说话 方思婉不敢说话 叶真还没想好说什么 只有翻书的声音 非常规律镇定 若无其事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叶真终于忍无可忍 她大步走过去 拉起我的手腕 大力拽出了房门 我光着脚被她拉出去 一路跌跌撞撞 试图挣扎 却半点用都没有 叶真的力气太大了 方思婉看着两个背影 想喊什么 却最后只是别开了头 看着还在昏迷中的叶宝珠 终于落下一滴泪来 我被一把甩开 大力之下 我险些直接摔倒在地 好不容易稳住自己 我摸了摸自己 已经被咽出红印的手腕 抬头看向叶真 你干什么 啪 一个清脆的耳光声 我偏着脸 瞳孔保持着缩紧的状态 一动不动 我干什么 我才要问你你干什么 叶真面无表情 语气却是从未有过的能力 我知道你讨厌叶宝珠 叶家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 甚至所有人也都包容和理解这一点 可这不代表大家 也可以包容你这样虐待他 甚至想要他的命 你哪怕是暗地里偶尔欺负他 我都不会在乎 不会管 可你在干什么 你想折磨他 你想要他死吗 我这才摸了摸自己的脸 思绪好像给明智 回答得慢通通的 不对 是他自己想死 我抬头看着叶真 态度依旧冷静 如果换成你 被人关在门外 而且是在炎炎烈烈下 你会选择离开 还是一直站下去 谁不知道他在用苦肉剂吗 叶真笑了一下 这笑意却急冷 即便知道他在用苦肉剂 可一旦是危及生命的事情 哪怕只有1%的可能 也应该要阻止 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 意思就是 就算是他自己找死 错的人也是我这个旁观者 是吗 他不是毫无相干的陌生人 叶真咬牙切齿 他是爸爸妈妈 养了20年的女儿 是我和姐姐叫20年的妹妹 你知道20年有多漫长吗 就算是条狗都养成家人了 何况他比你乖小听话一万倍 我摸着脸歪了下头 头有关系吗 叶真缩紧瞳孔 不通被当头打一棒那样 说不出话来 昨天我就说过 这个房子是我的地盘 没有我能允许 谁都不准进来 而你们也答应了 我凝视着他 我只是在执行我自己的规则 而你们 我一天就已经没规了 你疯了吗 叶真从未有一刻 如现在这样深刻的感受到 亲妹妹是个疯子 她上前一步 捏住了我的肩膀 好似想把我叫醒那样 这是一条人命 无论你在 怎么恨她 讨厌她的也不能 自己都不珍惜的东西 凭什么要我替她珍惜 在你看来 我比她那种 为了苦肉计 而自己找死的人要正常吗 还是你以为我很善良 叶真纯末半赏 掩着我肩膀的手 越来越用力 你知道你这样 最痛苦伤心的人会是谁吗 是妈妈 她已经很努力地想要靠近你 弥补你 和爱你了 昨天她也在你和叶家之间 毫不犹豫地选了你 那你今天给她看到的是什么 我眼神动了一下 你让她看到 两个孩子之间的互相残杀 这对一个母亲来说 有多残忍 你真的明白吗 热韵灿烂 叶真的满头筋发 很快就有些湿润了 她顶着灼热的热头对我道 这么高的温度 你能想象 自己在这里站两个半小时吗 话说完之后 叶真才突然察觉到一点违和感 她只是在这里站了几分钟 就已经感到全身热得不行 头顶都仿佛在暴热气了 可她面前呢 我却半点反应都没有 没有出汗 没有发红 甚至触碰到的皮肤 也依旧冰冰凉凉的 这温度很高吗 没等叶真问什么 我就开了口 花河县每到夏天平均温度有四十 公安院里是没有空调的 甚至连电扇也总坏 两个半小时 我笑了一下 我在这样的温度里 度过了十七个夏天 你要帮我算算 那是多少个小时吗 我把叶真按在自己肩膀上 手强行掰开 慢慢放下 少女纤细的手指 从男人泛红的指节上放开 大约是汗水带来了些许失忆 就这一瞬间 不知为何 叶真净恍惚感受到 某种皮肉撕裂的患痛 而我站在她面前 又一次抬起手 摸了摸自己的脸 你打我了呀 就像是度过了太光漫长的反射壶 又或者是现在才终于 能用语言表达这种过于冲击的感受 我捂着脸 定定的凝视着眼前的男人 我上一次挨打 还是在十年前 叶真的手指抽动了一下 她的大脑在告诉她 她没有做错 可心里却浮上另一层感受 但她打过人的指尖开始发麻 我上前一步 微仰着头看着叶真 本来 我是该十倍跑回来的 但因为我没有血缘关系 就抵消了 可也只有这一次 不要再对我动手了 叶真 我不是来求你们施舍亲情的乞丐 你没有资格去高临下的教训我 我转身走进别墅 在路过沙发的时候 我脚步微顿 方思婉没有抬头 我就看着她的背影淡淡倒 等她醒了 就让她从这里离开 还有 这种事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 告诉她 如果不怕死 就尽管继续是吧 方思婉抖了一下 我头也没回来上我 而沙发上其实早就醒了 被叶宝珠 则直接装不下去了 她慢慢睁开眼 在方思婉关切的眼神里缓缓问 我好像听到姐姐在说什么 她表情哀气而绝望 妈妈 你真的要一直住在这里吗 难道我以后 连想见你一面都做不到了吗 方思婉握着她的手 没有说话 眼泪就一滴滴 从叶宝珠脸上砸下来 这是叶真 从门外走来 正对上叶宝珠 泪光影音的视线 哥哥 刚才谢谢你 我差点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叶真在她感激的目光里走近 先是把方思婉扶起来 接着冷淡地服侍着叶宝珠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在门外站那么久 我还以为姐姐一定会开门的 眼泪扑素扑素地持续掉落 叶真却不为所动 她甚至还笑了一下 是吗 那看来你对叶空的印象还挺好 明明她已经在宴会上 揭穿了你的真面目 在你的朋友面前 让你丢见了面子 这样一个连奶奶都可以欺晕的人 你居然还觉得 她会对你释放善意吗 宝珠 以前没看出来啊 你居然还是个这么以德抱怨的人 叶宝珠嘴角凝固了 她心里有些发慌 同时连叶真都开始痛恨起来 为什么和她想的不一样 即便她真的用了苦肉计 可她人都晕倒了 难道不是叶空的见死不就更过分 更不能忍受吗 为什么叶真还在挑她这个受害者的刺 叶宝珠下意识 去抓方思婉的手 妈妈 我只是一时情绪激动 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重来一次 我肯定不会这样钻牛角尖的 方思婉长长的叹了口气 她端起水杯递给叶宝珠 叶宝珠接过来 乖乖喝完了一整杯 接着就抓住了方思婉的手 妈妈 你跟我回去吧 我会求奶奶 让她把姐姐留下来的 你不要跟她单独住在一起 她身体急切地前行 因为还在虚弱中 甚至晃了一下 可她却顾不得这些 满脸都写着隐晦的担忧 妈妈 我很害怕 你至少不要和她单独住在一起 让哥哥或者姐姐过来 陪你也行 方思婉愣了一下 你的意思是 我 我不是要说她的坏话 但是叶宝珠避开视线 低着头 死死揪着裙脚 半场还是说出口了 但是 我还是觉得 她的性格很危险 我知道我只是个养女 没资格说这种话 但叶家养了我二十年 我不能够站在家人的角度 为你们担心 她语速慢下来 仿佛一字一句都是发自肺腑 妈妈 你知道的 奶奶虽然脾气不太好 为人又固执 但她其实很疼我们这些晚辈的 妈妈 你以前和奶奶不有关系很好吗 可姐姐一回来 就把奶奶气晕了好几次 你也因此从叶家搬出来了 我真的 真的很害怕 她抬起头 在方思婉睁睁的眼神里 露出一张沾满泪水的脸 我不是怕你们不要我 我在叶家生活了二十年 难道会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怎样的人吗 只是害怕 我没满幸福了二十年的家 会就此纷纷离析 再也回不到过去 本来就有些脱水的身体 这么哭上一场 立刻就变得更加虚弱了 摇摇欲坠的身体 倒进了方思婉怀里 只听她喃喃道 妈妈 我们以前明明很幸福呢 我也想要把这幸福分享给姐姐 可为什么这么难呢 为什么这么难 就像被一道闪电劈在脑海里 方思婉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一动不动地定了许久 然后轻柔地扶了扶叶宝珠的头发 宝珠 让你受委屈了 妈妈 叶宝珠满是期待的抬头看她 你同意跟我回去了吗 方思婉停顿片刻 摇了摇头 叶宝珠大失所望 可是妈妈 我真的很担心 正因为如此 也明白你想要接待小空 也想让小空接待你的心情 可是珠珠 她忧愁地说 原本小空也待在叶家 度过那幸福的二十年的 叶宝珠仿佛被这句话冻住了 连眼中的楚楚可怜都结成了冰 方思婉苦笑一下 你们就当我是个昏了头的妈妈吧 面对叛逆期的女儿 不知道教训 只知道维护 的确是我太无能了 但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方法 她说着 站起身来 宝珠 我让你哥哥送你回去 以后没有重要的事 你就别来这边了 小空的确对你敌意很重 可你就算因为她受了伤 妈妈也是 很难为你讨个公道的 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 叶宝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她嘴角神经质地扯了一下 妈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就是个 急于和小语儿搞好关系的无能武器 你们 她又看了眼叶真 你们如果真的是 为了我好 就别来给我添乱了 她说完就上楼 叶宝珠待了好一会儿 她震惊地看向叶真 哥 妈妈她 可叶真比她还震惊 以前我叛逆的时候 妈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也太双飙了 听说了吗 当杜罗威吃别的那个叶家老三 渐渐逼得叶宝珠在太阳底下站晕了 据说方阿姨和老太太吵了一架 不但带着叶空从叶家搬出去了 还要和叶总闹离婚 叶家这个新老三已经无敌了 就没人能管管她了 叶廷初和叶真呢 这姐姐俩不是一个笔笔牛 都管不住一个新来的 有关叶空的消息 又在狱中内网刷屏了 叶海川和叶廷初 自然也都知道了家里的新情况 可他们没有一个人之声 甚至叶宅内部都被叶海川下了死命令 不许任何人把叶宝珠晕倒的时候 告诉给叶老太太 有她的命令在 叶二婶就算心里不服气 也不敢多嘴 至于叶宝珠本人 更是在刚回到叶宅时 就接到了叶海川的电话 不要再让你奶奶和叶空的关系弱化了 除了可能真的把你奶奶气出毛病来 对叶空本人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 她在电话里非常干脆利落地说 你应该不会想彻底失去奶奶这个保护伞吧 叶宝珠紧紧捏着手机 用力道直骨都狠狠突起 才咬着牙忍着呼枪问 爸爸 为什么这样对我 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吗 可以让你一夜之间就把我当成陌生人 换作是以前 叶宝珠是绝对不敢正对他说话了 他从小叫气惯了 犯错被叶海川训过几回后 更是连在他面前大声说话不过干 这大约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 叶宝珠冲的手机几乎是哭喊起来 我叫了你二十年的爸爸 我也真的当了你二十年的女儿 可你和他才见了几次面 你居然为了他来威胁我 比起威胁 我这更像是劝告吧 变化那头的叶海川连一秒钟的感叹都没有 他语气冷静极了 正如你所说 即便血缘是假的 这漫长的二十年相处也做不得假 正因为如此 我才会希望你能有幸福的未来 你这么偏心夜空 居然还说希望我能幸福 你知道中熟也是会死人的吗 叶宝珠几乎气不成声 爸爸 你知道我今天晕倒之前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如果我能就此死掉就好了 就不用再为你们而恐惧和痛苦 我真的好难受 我从小到大 都没受过这样的苦 两久 那边想起一声长长的叹息 还能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 说明你的心里还有无限的希望 希望我 甚至所有叶家人都能选择你而抛弃夜空 我没有 无论你有没有 我先把结果告诉你 叶宝珠 不可能的 至少只要有我在一天 叶家就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叶海川的声音没有一点波动 所以你还是清醒一点吧 和他好好相处 以及让他和奶奶好好相处 才是你在叶家重新获得安稳的唯一方法 如果做不到 至少也不要捣乱 否则最后付出代价的人只会是你 为什么 叶宝珠甚至忘了落泪 他喃喃道 为什么这样对我 为什么这么绝情 绝情的其实只有我 叶宝珠 现在开始改变想法 你还可以继续做受宠的叶家小姐 叶海川很快就结束了这场通话 最后留下一句 不要让你妈妈伤心 电话被挂断 叶宝珠看着手机待了很久 才慢慢转头看 像驾驶座上的叶真 哥哥 让妈妈伤心的人 难道不是叶空吗 叶真看着他的脸 这么多年来 他见惯了这个妹妹乖巧或娇蛮的样子 还是第一次见他 哭得这么心如死灰 原本有几分的生气的心情 一下子软了不少 他抽了几张纸地过去 又慢慢别开脸 你们都挺让他伤心的 但是对叶空 妈妈还无尽的愧疚在 就像你说的那句 你已经幸福了二十年 你想把这幸福 也分享给叶空 可是这些幸福 原本就应该是属于叶空的 你只是阴差阳错 得到了本就该属于他的一切 比起你 不知道在哪里养成了 这种性格的叶空 当然才更让人心痛 叶宝珠恍然大悟 眼底顿时闪过无限的后悔 早知道就不说那一句了 他怨憎地想 只顾着勾起妈妈的回忆 却忘了这些正是叶空没有的东西 反倒帮叶空卖了把惨 真倒霉 可是叶宝珠垂着头小声说 会被养成这样无法无天的性格 不正说明他这二十年过得不错吗 两人先后进了叶宅 与此同时挂了电话的叶海川抬起头 将面前这座建筑完全纳了眼底 花之河 他刚把那三个字念出声来 里面就走出一个两并斑白的老人 叶海川挣了正领带 大步走上前去 主动伸出手 以前所未有的尊敬姿态微微低头 你就是孙院长吧 期待和您见面已经很久了 我是叶空的生父 叶海川 玉州的叶总在比他矮小得多的老人面前弯下腰来 凭借而诚恳道 你叫我小叶就可以了 出乎意料的 看起来无比和蔼 且有礼貌的老院长 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他 那双藏在老花镜后的眼睛 先是上上下下将叶海川打亮了一遍 然后莫名的笑一声 来得真晚啊 像你这样的父亲 估计一辈子都得到十一的信来了 刚只起身来的叶海川莫名受到攻击 平静无波的心 竟已轻轻抽动了一下 他身后的秘书更是无声的挑眉 眼神犀利的刺向这个大言不惭的老院长 跟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 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见 这老院长怎么说的 反而像是三小姐更居高零下 这不是搞笑吗 可院长却并没有沿着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他拍了拍那两个人坐到他身后的小孩 转头看向了老一婷 要进去看他吗 十一以前老爱待在这里 叶海川一愣 当时那两个孩子突然激动起来 十一 十一要回来了吗爷爷 十一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幅画相给他看 院长拍了拍两个孩子的头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十一估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两小孩肉眼可见的失落起来 我还想让他教我写字呢 那要看这个叔叔是怎样的人了 随着孙院长的话和视线 小孩也仰头看向了叶海川 孙院长直视着叶海川的眼睛 还在叹息地笑道 如果这个叔叔是很好的爸爸 那十一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回来 可如果这个叔叔不是好爸爸 那十一也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 小孩愣愣地眨了两下眼 然后纷纷揪住了叶海川的裤子 叔叔 那你能不能当坏爸爸呀 我们想十一回来 没等叶总想好 怎么应付两个大胆的小孩 孙院长先把他们赶走了 看着两个孩子牵着手跑远的背影 叶海川道 他们很喜欢小空 孙院长哈哈一笑 是啊 整个孤院院孩子都很喜欢他 叶海川沉默片刻道 看来他在这里和在叶甲差别很大 孙院长愣了一下 突然又仰头大笑起来 你不会以为他在孤院院里 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 是孩子们心中的好姐姐吧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 十一可不是那种会因为环境改变自己的人 孙院长看向早就没了 两个小孩身影的空地 抬抬抬下巴说 这两个小孩 一个跟他学过书法 一个跟他学过画画 一年之内 被他用刻薄的评价说 哭过不下十次 这样的孩子在孤院院里比比皆是 可以说整个院里 做没有哪个小孩没被他弄哭过 叶海川和秘书看着老人脸上 可以用骄傲来形容的表情 一时间都无言语对 刚刚您说 小空喜欢待在保安亭里 是啊 孙院长带着他朝保安亭走去 其实最早的时候 孤院院是没有保安亭的 后来被人资助 完善了院内设施 这才建了做保安亭 不过没过几年 就又荒废了 从那时起 十一就喜欢往这里面钻 小小的保安亭里 开着一扇大窗户 能看见过院大门外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绕过窗户 从狭窄的门框走进去 叶海川立刻就愣了一下 从外面看又小又破的保安亭里 放了一张与窗户气瓶的精致书桌 以及一张宽大柔软的旧沙发 内部打理的干净整洁 就仿佛每天都有人待在这里 但最吸睛的不是这些 最叫人震惊的 是陈旧墙壁上绵延不绝的话 因为泰国栩栩如生 甚至让他瞬间产生了 自己真的踏入了花丛的错觉 可回过神来 定睛打压后才发现 这些都是画出来的 不是用颜料 不是用喷漆 而是用彩色铅笔 从地面 到抬手就能碰到的屋顶 各式各样的花朵连绵不绝 随风涌动一般 在这狭窄的空间里 无尽的绽放着 叫人仿佛能听见风吹的声音 这些都是十一画的 随院长走到桌前 弯腰从桌肚里 翻出来一个陈旧的笔记本 这里荒废之后 十一自告奋勇 当了一段时间的保安 负责进来的外人 登记姓名和电话 我来找找啊 他翻开了一个笔记本 没几下就把本子取了起来 指着上面的字道 墨从这里开始 后面半本都是他负责的 就是在这期间 他把这里面画成了这个样子 还倒吓了一跳 叶海川接过笔记本 泛黄的纸上 用各色彩签写着人民和电话 一页一页翻不到头 可不知为何 叶海川一直没有停下来 在哗啦哗啦的翻页声里 他好像真的看见 一个小女孩 小小的身体 坐在宽大的窗户里 对每一个走进大门的人 递出本子和铅笔 请登记你的姓名和电话 谢谢 风带着花香的气息涌进窗户 把笔记本一口气翻过好多页 哗啦啦的声音如同海浪 淹没了阳光里面的虚幻的身影 叶海川合上本子 突然道 可以把这个本子给我吗 孙院长证明一下 笑了摇了摇头 我明明还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创造和他有关的回忆 这点东西 就留给我这个老人家吧 孙院长把笔记本拿回来 珍惜地放回桌布里 十一留在花之河的每一份痕迹 都很珍贵 连孩子们都会自发保护 和整理他留下的一切 你之后可别再说这种话了 孩子们会着急的 走 我们去办公室聊吧 花之河以前不叫花之河 去院长办公室的路上 老人和叶海川闲聊起来 这里以前叫蓝天孤儿院 被资助后 有了改名的机会 花之河这个名字 还是十一起的 老人对着手 一路上和跑来跑去的小孩子 打着招呼 小和和地道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一天 正好有记者来采访 他们给了为公儿院 重新起名的主题 架着相机 想拍孩子们再说一下 天真玩耍的场面 墨 就是那里 孙院长指向一棵高大的梨树 那时候正是春天 开了很多梨花 其他小孩都在为取名 绞尽脑汁 出不尽的主意 只有十一一个人性质缺 坐在一边不知道在捣鼓什么 直到最后 大家都要打起来了 才有人问了他的一句 他就抬起头来说 不要叫公儿院 这里是我在花盒的家 就叫花之盒 他把手里一直在捣鼓的木盒拿起来 打开盖子 风和阳光流淌而过 卷起无数粉白的花瓣 扶了他满头满脸 又朝着更远的山坡飘荡而去 意思是装满了花的盒子 有人笑着揪住了他的鼻尖 把自己比作花呀 小十一真不害臊 你才不害臊 我只是喜欢这个名字 女孩仰头避开那只大手 向后倒进草地里 不知收集了多久的花瓣 从他手里的木盒中不断飞出来 和阳光一起落满他的头发和脸颊 又被下一阵风呼啦啦卷上高空 居然连画面都还历历在目呢 院长凝望了这棵树 只停留了片刻 就带着叶海川迈过了拐角 仿佛又有大风卷起 可所有人的衣角都很安静 直到身后的秘书发出一声惊叹 叶海川才若有所觉的侧过头去 画面从院长的记忆里重现 在他面前是一整面画满阳光的墙壁 墙内有呼啸的风 无尽的花海 还有盗满花瓣的晴空 哪怕是一夜海川 参加过无数拍卖会 看过无数顶级画展的眼光来评价 这也绝对是足以成为名作的作品 这世界上画花海的人或许很多 但能让每一朵花 每一缕风都充满流动的灵气 教人第一时间 甚至分不清虚幻与现实的画家 却绝对屈之可数 如此厉害的画作 就这样被随意烙印在开裂的陈旧墙壁上 而老院长和孩子们 从这里经过的步伐 也没有丝毫停顿 说明这幅画已经完全融入这座孤儿院 成为了他们如呼吸翻戏为常的存在 注意到他们慢下来的脚步 院长才转头看了一眼 哦 忘了说 这也是十一画的 为了证明他起的那名字是最好的 他在整座孤儿院都画满了花朵 虽然在外面看不出来 但所有来过这里的人都知道哦 我们花枝盒是名副其实的 装满了花的盒子 哗啦一声 院长把办公室的窗户推开 在灰壳沙发上坐下来 现在我们来聊聊吧 你突然一声不响的跑来这里 是想知道些什么 叶海川在他对面坐下 看了眼空空的茶壶 不动声色道 全部 小空过去了一切经历 老院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刚得知他身份的时候不来 偏偏现在来了 是十一在你家闹出了什么事 你没办法解决吧 叶家没有我不能解决的事 叶海川说 我只是发现 他的成长经历可能很不普通 所以才想来了解一下 其实就是发现自己 掌控不了这个孩子吧 老院长半点不给面子 如果十一的表现很频繁 你估计就懒得跑这一趟 对吗 我不否认这一点 如果叶空是个一眼 就能忘到底的孩子 我不用来这一趟 也可以想象出他的成长 真是个傲慢的父亲 院长先是不满 却又露出了为老不尊的坏笑 不过可惜 十一和平凡两个字 完全是两个极端 别说你这个和他在见面 不过几天的陌生人了 就连我这个养了他十几年的人 都不敢说完全了解他 十几年 叶海川眉梢威凯 您不是在他婴儿时期 就捡到他了吗 从见面以来 就一直在表现不满和挑剔的老院长 突然就脸了笑 好一会才沉沉道 我的确是最初捡到他的人 可我并没有一直留在这里 大概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吧 我的儿子去世了 我因此大受打击 辞掉了院长的工作 和老伴一居去了别的城市 直到三点后才回来 老院长慢慢弯下本就沟楼的身躯 捂住脸道 但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明明在我走之前 小十一还能正常交流 人也很健康 可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受了不成人行 也完全拒绝跟人交流了 叶海川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看过花和县公安院相关新闻 全部闪过脑海 他一瞬间几乎要失态地站起来 好在老院长注意到他的情绪 立刻道不是你想的那样 和那些新闻没有关系 心跳声还在咚咚响得不停 叶海川撑着头晕的感觉 勉强保持镇定 您说是公安院里很常见的 霸凌 老院长表情苦涩 叶先生 你应该知道 在人群中过分特别的人 一般只会有两种待遇 要么被重心捧略 要么被彻底孤立 而小十一在那三年间遭遇的 就是后一种 但偏偏他又是个牙子必报 从不服输的人 如果有人欺负他 他就必然会原样 甚至十倍地报复回去 可十一太聪明了 他的报复手段 落在当时的院长手里 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小怪物 所以最后不光是孩子们 就连院长和老师 也都将他当作了 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 而他再怎么聪明 毕竟都还只是个小孩 一边是整个孤儿院 一边是无论如何 都不肯服输低头的十一 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三年 等我回来的时候 十一已经变得完全无法交流了 楼下小孩的笑声道声 恍惚隔世 在午后洒入窗户的灼灼阳光里 叶海川静默地坐着 就像一座长久凝固的雕塑 关于那三年 我能告诉你的 就只有这么多 更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我回来得太晚了 还有呢 你回来之后 他的情况好转了吗 至少不会被人欺负了 所以院长苦笑了一下 我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让他再重新喊我一声爷爷 叶海川想到什么 突然道 他说他把你砸成脑震荡 才叫你一声爷爷 院长愣了一下 这丫头 怎么连这个都说了 他摸了摸并不茂盛的头发 有些尴尬 反正我在他面前 一向是没有长得威严的 他小时候就爱救我胡子 搞得我后来都不敢留胡子了 抱歉 叶海川弯了弯队 看来他没让你少受苦 轮不到你来冲他家长 院长又一脸不满 我替他收拾各种烂摊子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他的存在呢 叶海川无言以对 可老人很快就他下肩膀 摸着鼻子道 不过 我也没自够说你 要说我是他家长的话 我也是很不合格的 除了那缺席的三年外 在他十四岁时 我还让他离家出走了一回 整整一年 我找了他整整一年 死活没找到 最后还是他自己回来的 叶海川在花枝河住一夜 这是意料之外的行程 原本他已经订好了 夜里的头等仓和云州 因为公司明早还有会要开 可今天在院长办公室 听到一切都太让人惊讶了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让冯秘书 取消了明天的早会 那要订酒店吗 花和县只有一家五星级酒店 设施不太好 如果要住的话 恐怕不能让你满意 需要提前雇人去打扫 冯秘书一边说 一边开始在手机上 找高级中点工了 别看叶海川 总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 成本霸总样 其实在赤川住行上 都挑剔得要命 光是生活助理 就有三个在长期轮换 而助理以及秘书们 用来记载他生活习惯的笔记本 毫不夸张地说 每个人都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堆了 可就是这样的叶海川 却在孤儿院成就的屋檐下 抬头看着四合的目色 突然道 不用了 今晚就住这儿 专业素养极高的冯秘书 一时都无法掩饰 自己过于惊诧的表情 您确定吗 这边的住宿条件恐怕 叶海川却已经转身 看向跟出来的孙院长 我可以自己在这里住一晚吗 院长弄了一下 摸了摸自己不存在的胡子 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 叶海川却得寸进尺 那我晚上能在院里随便逛逛吗 院长从鼻子里哼着气 像只生气的老牛般走远了 没有说话 就代表同意了吧 叶海川自言自语 赶走了缝密书 开始了独自一人的花枝和之旅 这一晚叶家四口人都没睡好 叶海川沉浸于郭外院的夜间探险 根本没睡 叶珍被充满巴掌声的噩梦 脚底不断惊醒 方思婉躺在夜空阁壁辗转难眠 一会流泪一会笑 叶婷出则整着手 躺在一国的酒店 想着今天家里发生的事 一直睁眼到黎明才勉强咪了一会儿 反倒是我这个失眠联盟的导火索 倒头就睡 一夜无梦 第二天叶珍为了表示歉意 带我去她公司玩 她是个顶流明星 可我唯一知道的信息 就是她曾经上过无数次热搜的阵宇CP 再度分手 于是到了公司以后 趁吃饭的时间 我跟叶珍的助理小兰打听这件事 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分手复合分手 小兰有些为难的咬着筷子 好一会儿才慢吞吞道 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 别跟真哥说是我和你说的 我自然小鸡卓米般点头答应 小兰便详细讲述起来 童小兰从一开始一直知道叶珍的身世 但叶家二少爷这个金光闪闪的身份 并没能给他们的感情带来好处 反而让童小兰失去了很多安全感 叶家父母虽然都很开明 但毕竟都是正宝豪人出身的少爷小姐 即便做不出阻止孩子自由恋爱的事 却也绝不会支持叶珍和一个女演员结婚 因此虽然叶珍是抱着结婚的目的去谈恋爱的 可叶家父母却并不愿意正式去见童小羽 那并不是什么带着恶意或者鄙夷的羞辱 而是自然而然的 大人对小孩 豪门对普通人的天然服侍 我知道你现在很认真很投入 所以我也不阻止你 但你想现在就定下来 就是天方夜谈 等过几年你们还是坚持要结婚的话 再来我面前说话吧 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见面的必要 只将人传了这样一句话 便导致了两人的第一次分手 随后叶珍费了很大力气 才把人追回来 可这并不是结束 叶家不动如山的态度 始终横跟在这段感情中间 让童小羽一次又一次的提出过分手 又一次又一次的被叶珍执着的追了回来 他们大概都已经习惯了 小兰这样说 其实中途真哥忍无可忍的和家里闹过一次 还放过话要断绝关系 我说得抬起头 眼睛都亮了很多 离家出走 然后呢 小兰对我突如其来的热情吓了一跳 结巴巴道 然后小羽还收楼了他 那大概是他们最恩爱的一段时间了 可是最后 叶大小姐和真哥见了一面 真哥就回去了 果然是解空 我暗自低语 这还没结束 小兰继续道 本来真哥回到叶家 就让他俩关系降至冰点了 结果原来那个三小姐 就是叶宝珠 跑来找小羽放了段狠话 小羽就又跟真哥分手了 小兰至今都记得那个场面 一身华服做长服的叶家千金小姐 绑着头站在童小羽面前 以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轻视姿态 淡淡说 爸妈和姐姐都是体面的大人 不愿意伤害到小羽姐姐 但我以为小羽姐姐也是个大人了 总应该明白些世俗的道理的 可是看你和我哥纠缠了几年 都还没放手 我才知道是我认知错误 不过没关系 既然小羽姐姐不明白 那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童小姐 你知道我哥的起点在哪里吗 少女提着小包 站在已经是大明星的童小羽面前 扯了扯他身上代言伤的衣服 我哥的起点就是 你已经在娱乐圈费尽全力 爬到现在的位置了 穿了衣服 却还不如我家老母的贵 你现在应该已经挣了很多钱了吧 开的车 却还不如我家阿姨去超市买菜的专用车 至于我哥从小到大 身边围绕的女性朋友是什么标准 我想大概我说了你也不会懂 但总之 但是你哪怕在娱乐圈里走到了顶点 也依旧只够资格在他们面前唱歌跳舞 以重心的高度 而我哥 无论他对演员这份工作再怎么热情 他也不会成为和你一起表演的猴子 他永远只会是坐在观众席第一排 慢慢精心看你唱歌跳舞的贵宾 童小姐 你懂了吗 还是说你一定要不懂庄董 把他从观众席拖到台上来和你一起表演 你成全你们的爱情 我咬着勺子惊呆了 他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这怎么听都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叶宝忠能说出口的台词 还是说自从知道我的存在后 他原本的人格就彻底崩坏了 人也变蠢了 小兰也有些惊呆 你的感想就是这个呀 不然呢 你不觉得小兰很可怜吗 小兰噎了一下 如果不是因为叶家 他们之间不会有这么多坎坷 他看起来像是个忠实的CP粉 说到这件事 整个人气场都违离了很多 当时宝珠小姐因为这件事 对真哥狠狠骂了一通 但这也不能弥补什么 小兰从最后连笑容都变少了 虽然后面又分分合合好几次 可我总觉得 他一直都没能从宝珠小姐的那些话里走出来 所以一直都活在痛苦里 真是奇怪呀 如果真的那么痛苦 那就分手不就好了 可真哥不愿意放手 小兰道 真哥真的很爱小兰的 爱了很多年 童小兰呢 他也爱叶真嘛 当然 既然彼此这么相爱 为什么不能坚定的只看着彼此呢 叶家不也说了 过几年还在一起的话 就有机会嘛 可他不过是口头上的一句话罢了 只看他们拒绝见面的态度 就知道 他们不会同意的 那为什么不干脆分手呢 因为 小兰卡了一下 抽了抽嘴角 因为真哥不肯放手 小兰也对真哥有感情 那为什么不坚定的在一起呢 小兰快被逼疯了 顾不得我是老板的妹妹 他抓着头发道 你快别枉我了 我没有枉你 我是真心发问 小兰一时无言以对 半场才难难道 感情的事没有那么简单的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复杂 才能让两个人分手了无数次 还依旧都现在痛苦里 我只知道 如果这世上能有人能让我爱上他 那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反对 都对我们口注笔伐 我也绝不会眨下眼皮 我若爱一个人 就绝不会因为任何事 任何人让他对我产生误会 至少绝不让他以为我不够爱他 我若爱一个人 哪怕我自己受尽折磨 也一定会让他感到幸福 所以呀 他们会这样分分合合很多年 说到底只是因为不够爱而已 应愿陷入长久的痛苦 都不愿意彻底放手 也不愿意坚定的在一起 完全就是自虐行为 小兰被我这段发言 真的半赏才难难道 听了你的宣言 我都有点想和你谈恋爱了 不好意思 我应该不是同性恋 而且哪怕我是 你恐怕也很难让我爱上你 我不无遗憾的说 回过神的小兰立刻尴尬起来 对不起呀 是我大放厥词了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说你不够格 而是我自己有点问题 小兰很好奇是什么问题 可我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吃过这顿饭 这一天的时间就变得快了起来 之后又跟叶真跑了几天行程 直到某天她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我却在节目里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故人